热情的邻居不是隔壁老王 而是个极品S级身材的美女邻居 配话少说 车辆起步 各位老司机请坐稳扶好 影片开场 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 长相猥琐且娘趴的男主大根 被自己的老婆抱怨着开车时长 一脸无奈的大根解释着 自己太久不开车了 从大根一脸吃软饭的样子能看出 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男 为老婆做着早晚饭 可是老婆却从来没有赏脸过 自己孤独的坐在餐桌上 抽着烟 吐着寂寞 我们漂亮性感的女主金莲 也被自己变态的丈夫施以家暴 惨招有令 抱怨着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对此 东哥只想说这四个字 一个人坐在离家不远的河边 熊包样的大根 竟然主动和金莲搭讪 貌似看出了金莲也有心事 两人坐在一起聊起了天 一起探讨着各自生活的不如意 两个人都很无聊 大根就邀请金莲来家里做做 还给金莲做了丰盛的饭菜 孤男寡女 这样合适吗 大根向金莲炫耀着自己的做菜技术 金莲似乎也对大根有了些好感 放下了自己的心理防备 和大根畅饮起来 吃饱喝足 天色渐冷 大根送金莲回家 凤巧遇到老婆回来 惊慌失窍的把金莲藏到了厕所 幸好老婆也是喝酒回来的 含糊了几句 就赶紧掩护金莲出门了 此时 我们的大根 已经蒙上了背着老婆 藏女人的罪名了 金莲也好不了 被蹲点的老公抓了个正早 怒视着金莲 金莲吓得跪了下来 冲翻证明了她是多么怕老公 老公确实是个暴君 金莲也只能肉肠 第二天 大根又和金莲一起出门散心 抱怨着生活的无聊 看大根这样 确实是挺无聊的 两人渐渐的熟悉起来 还偶尔的自己接触 玩笑打闹 很快还就真正的闹成了一团了 哦 原来是大根在叉叉 功力不浅 这证明大根心理和生理 已经对金莲产生了这个邪恶的念头 金莲似乎也沉浸在里面 可不过来的却是自己的老公 结果金莲对自己的老公很失望 再也无法得到爱的感觉 大根发现金莲 产遭丈夫家暴 准备强行动手怨伤 但遭金莲拒绝 大根只能脱了衣服给金莲披上 让金莲得到了一丝温暖 果然 金莲第二天主动找到了大根 缓解了双方的尴尬 这次大根回访金莲家里 大根看到了金莲蹲着打扫厕所的场景 金莲让大根看他打扫得多干净 可大根的眼睛却离不开金莲的身上 身体的小火苗已经燃烧了起来 这下小宇宙就要爆发了 两个人相望着对方 似乎都知道 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已经无法避免 所以 他们就这样挨在了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打扫 一起跑步 一起探讨着人生 享受着恋爱般的欢乐时光 难道你们忘记了 你们是在出轨吗 两个人在这爱的秋千上 盼了一个下午 抱怨着以前生活的不如意 也期待着以后的日子会好一些 他们在和各自的配偶沟通之后 都同意了和邻居进行社交活动 四个人坐在了一张桌子 喝着啤酒 吃着炸鸡 尴尬的话题后 大根回屋拿东西 今年的丈夫也强行让他去帮忙 今年的老公和大根的妻子 趁机开始 讨论起两个家庭各自的事情 非常投机 根本不关心大根和青年回不回来 就在不知不觉中 青年老公完成了神助攻 本届韩国杯助攻王 肯定非你莫属 就这样 四人两对 度过一个平淡而奇妙的夜晚 男主大根是个汽车修理工 早上妈妈就给大根打电话说 儿子 你三十岁了 还没有对象 妈妈给你找了一个 我发照片给你看 朋友聚会时 淘宝说他刚刚已经结婚了 老婆是通过淘宝买回来的 为期一年 大根很想有个伴 看了一下自己的支付宝 余儿还够 他也决定买一个老婆回来 卖家合得解释合约的条款 他签下了大名 下单转账 租用玉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 等着快递 叮咚门响了 老婆来了 长得不错 他叫金莲 大根看呆了 想不到这么漂亮 他们两人过着夫妻般的生活 晚上大根想要了 背了三十年的经历 得到了发泄 有了爱情的滋润 大根很熟悉 淘宝问他 三个月干了几次 大根说只有一次 淘宝说有没有搞错 我一周就四次了 你要加把劲了 花钱买回来的 一定要多干 回到家后 大根觉得黄毛的话 说得不错 他很客气地问金莲 可以来一发吗 金莲说不行 姨妈到 睡觉睡觉 朋友建议大根去舞厅 释放激情 在舞厅里 朋友和舞女玩得很嗨 大根比较含蓄 不敢乱来 他们一出舞厅 哇 世界都这么大 居然被金莲看到了 糟糕了 大根回到家 跪地情谣 金莲觉得自己也有错 三个月只给一次 大根一定是憋不住了 有个男人找大根 自从是金莲的前任 他说 我们都和金莲睡过 所以我们都是表兄弟 大根火大 谁和你是表兄弟 信不信我贬你 大根在家喝闷酒 金莲回来了 大根说 你穿这样是不是和钱任鬼混去 金莲觉得他在发酒疯 无理取闹 隔天 钱任突然到家拜访金莲 钱任非礼金莲 大根及时回到智子 金莲对大根说 他是我的前任 大根说 你的过去我并不在意 这以后感情反而更好了 金莲常去店里帮忙 合约的最后一天 大根带着金莲去了海边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他们依依不舍 金莲吻了他一下 头又不回地走了 大根又成了单身狗 没有金莲的日子 他整天闷闷不乐 对金莲的思念 有争无减 这天晚上 金莲突然出现在床边 早上大根醒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 有人说 在淘宝上什么都可以买到 但是感情的事 还是要自己去培养 房上的美女虽然很多 但睡在你旁边的女人 才是你的菜 勤劳的男主 在兼职中认识漂亮的大姐姐 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男主大根是名大学生 他跟小强说兜里没钱了 想让他给自己介绍一个工作 小强是真兄弟啊 二话不说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夜店服务员的工作 虽然工作不咋地 但里面的氛围 那是相当的哇塞 大根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就认识了一个小姐姐 他叫金莲 是这里的领班 金莲看小伙子挺勤快的 就让他以后叫自己姐姐 大根正在回想刚才的经过 这时老板叫他去看看 包房发生了什么情况 他刚到门口 就听见里面斗地主的声音 大根也没惯着 进去就跟客人说时间到了 客人被打扰很不高兴 但是金莲三两下 就把客人哄得非常开心 客人走后 金莲把刚挣来的小费 塞进了大根的裤兜里 整的大根是一脸懵逼 第二天大根刚醒 就接到了老板的电话 说今天店里装修 要休息一天 于是他找了一群朋友出来喝酒 但他没想到 自己前女友泰英 和好兄弟小强好上了 因为小强没来 只好由大根送喝多的泰英回家 可大根也不知道 泰英家住哪 刚好抬头就看到 前面有一家宾馆 于是就把泰英背了进来 大根看泰英穿着衣服 睡着也不能舒服呀 于是就打算给他换件睡衣 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毕竟泰英 现在是自己好兄弟的女友了 于是大根就在旁边的沙发上睡着了 隔天 大根刚到上班的地方 就被金莲叫住了 让他去给自己买双丝袜 大根刚进包厢 就看到了一双大长腿 金莲穿好袜子 大根就坐在旁边 给他按摩 大根按着按着 就有点跑偏了 金莲看他一眼 收到 就这样吧 我该上班去了 完事后 老板让大根送金莲回家 路上大根说 最近坏人挺多的 要送金莲上去 可金莲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第二天 小强来到店里玩耍 由于他喝得迷迷糊糊的 大根就把他安排在了包间里 金莲来上班 老板说包厢里有客人 让他去招呼一下 没想到 金莲刚进包厢 就吓了一跳 立刻就跑了出去 他问老板 小强是怎么回事 老板说他是大根的朋友 原来 金莲是小强的妈妈 他希望 大根能帮自己保守秘密 不要告诉小强这件事 大根把小强送回家 两个人假装不认识彼此 金莲问 大根 我在你眼里 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大根说 那肯定是相当的哇塞了 这话听得金莲有些害羞 他说 我去看看小强 没想到大根从后面一把抱住了他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此处不得不省略15分钟 第二天 大根几人正在吃早饭 小强说 自己要和女朋友约会 就先走了 大根也趁机 约金莲出去玩 两个人像小情侣一样 这走走那逛逛 玩得非常开心 玩了一天 金莲回到家 就睡着了 大根来到了金莲的房间 强迫他 陪自己练高难度的体操 第二天 金莲在做饭的时候 小强带着泰英回来了 看见大根也在 泰英感觉很尴尬 小强带着泰英回房间打游戏 大根则留下陪金莲做饭 还不忘趁机偷吃两口豆腐 大根接到金莲的电话说 今天他要去送外卖 不知道 啥时候能回来 过一会 金莲回来了 看起来 他心情不是很好 大根问他 发生了什么事 金莲却说 想一个人待一会 老板突然让大根提前下班 他走在路上 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又反了回去 刚进屋就听见金莲的呼喊声 大根想都没想 抄起家伙 就冲了进去 一下就把老板干翻了 事后 金莲告诉大根 他因为欠了一笔巨款 才不得不干这种工作 本以为好好工作 会把钱还清 但他没想到 这就是一个圈套 大根心疼地告诉金莲 自己会帮他一起还钱 可金莲不想连累大根 第二天就独自去找了债主 大根担心金莲会有危险 于是也来到了店里 刚进来 他就听到金莲痛苦地喊叫声 他想都没想 拿起手中的水果刀 就送两个人领了盒饭 影片的最后 金莲每天都打扮得非常漂亮 等待着大根的龟来 眼前这个女人一脸陶醉地 讲着昨晚打怪升级的过程 给闺蜜金莲整背也想试试 可惜身边没有猪队友 于是晚上独自在家的金莲 看着帅哥的照片就对自己下手了 玩试后感觉还挺不好意思的 金莲和秀雅姐妹俩是销售员 为了生活难免会陪人笑脸 逢场作戏 酒精沙场的秀雅 推杯换盏间就把客户哄得老开心了 可性格耿直的金莲 根本不适应这样的环境 加上还有一个猥琐的上司 在后面捣乱 忍无可忍的金莲 直接丢下他们就走了 结果刚出来就撞到了男主大根 大根是个苦逼的上班族 为了事业天天给自己打鸡血 他有一个整天做白日梦的兄弟 小强 每天就知道打怪升级 这天受到打击的两个人 蹲在墙角喝闷酒 找不到前进目标的两个人 决定去乡下散散心 上司单独把金莲叫到了办公室 本以为是因为 昨晚的事要修理自己 谁知道上司是想利用业绩压力 让金莲陪他加个班 金莲听完就爆发了 先是喷他一脸唾沫 然后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郁闷的金莲向秀雅 说了这件事 秀雅感叹 城市套路深还是农村好啊 金莲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 于是立马决定要去乡下散散心 郁闷的金莲正在乡下散心 没想到既然碰到了 同样来散心的大根和小强 大根他们正在找住的地方 突然背后伸出来一把镰刀 原来是屋主老金回来了 老金说可以让他们免费住 但是要帮他干活 老金忙完回来 小强看到后 殷勤地接过老金手里的工具 老金看这小子挺机灵的 就告诉他 水池边那个美女也是新来的 我岁数大了 就看你们年轻人的了 小强一听流着口水就过来了 二话不说就开始表白 金莲心想 这人肯定是精神病 没理他转身就走了 小强回到房间就说 他在楼下碰到一个很哇塞的妹子 大根一听立刻跑去偷看 就这一眼 大根就感觉自己恋爱了 为了能和金莲说上话 大根他们故意在房间里烧烤 乌烟瘴气的 差点把房子都烧了 老金过来一看 哪有你们这样撩妹的 金莲正在房间里 研究爱情动作片 这时小强过来敲门 给金莲送来了烤肉 他刚想套进户 结果金莲接过盘子 就关上了门 老金说 你们这方法不行 看我明天 帮你们安排得妥妥的 隔天就带着两人进城 买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晚上四个人一起聚餐 不胜九粒的小强 很快就睡着了 很会把握实际的大根 先陪金莲放烟花 培养一下感情 然后在一起 聊聊人生理想 最后一起玩游戏 打怪升级 隔壁的小强还在做着美梦 他梦见自己 也来到了金莲的房间 操作一番后 却发现躺在那里的 竟然是大根 这边 大根醒来后 发现金莲不见了 只留下一份早餐 和一张纸条 回去后 小强四处寻找金莲的下落 可是没有一点消息 这天大根在电视上 发现了金莲的线索 马上给小强打电话 让他找到金莲的公司 第二天小强来到公司 刚看见从屋里出来的秀雅 他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秀雅告诉他 金莲已经辞职了 小强听完就跪下了 抱着秀雅的大腿 求他告诉自己 金莲在哪 画面一转 小强正和秀雅在餐厅吃饭 秀雅说 想知道金莲去哪了吗 那就要看你打游戏的技术 怎么样了 这里应该是男人 最不喜欢的场面 我选择跳过 第二天 小强带着大根来到了民宿 看着充满回忆的地方 大根的心里难受极了 结果一回头 就看见金莲站在不远处 微笑看着他 故事的最后 大根带着金莲 小强带着秀雅 一起过上了打怪升级的幸福生活